C.R.C. C.R.C. C.D.F.G. H.I.C.K.L.L.P.E.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最需要的就是 其實我剛剛在逛店的時候 一個測背包 那個背包不用太大 你可以裝進你的手機日常用品 一小碟的鈔票或是信用卡 讓你出門的時候可以很簡約 然後時尚 這是一個我覺得很必備的單品這樣 那你的行動店員會不會很難 好 行動店員不會 因為我有助理 常常會用買禮物 或是做自己的勞作去跟他做溝通 我記得我第一次送給爸爸的一個 父親的禮物 是我自己陶土捏的煙灰缸 爸爸當然也有嚇到說 怎麼會小學生做一個煙灰缸給他 所以他有一點警惕這樣 他會覺得說那我就不要再抽煙了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這樣的一個互動 對爸爸來說也是一種 他自己的反思也好 或是我跟爸爸之間 我傳達的一種心意 他會去理解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對於送禮物這件事情 我會滿神聖 跟想要表達自己的心意 那個內心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我會考慮得滿多 爸爸他曾經跟我講過他自己的願望 是要去一個無醫島去行醫這樣 我想哇這什麼東西啊 沒聽過 然後後來還知道原來是一個很簡單的 很直觀的就是沒有醫生的一個城市 或是島嶼這樣 然後他自己的人生都一直在往這條路去 就一直像是萬寶翁一樣 on the move 你的人生就是必須要 朝著自己的那個目標去前進這樣 我記得我之前有一個前輩跟我說 如果你爬一座山 你不要輕易的在山的 爬上山峰之前的路上就停下來 或放棄爬這座山 因為你已經花了很多時間爬這座山 你如果馬上下山又換另外一座山 你要從頭又再爬起 所以你選擇的這座山 就是一定要把它爬完 就像Mont Block一下 對 它是一個最高峰 那我想到達那個最高峰 絕對是不容易 最近有被爬哪一座山 沒有 爬人生這座山 這是虛擬的 就是保持新鮮感 我真的覺得新鮮感很重要 你在這一路上面 你可能太專注在這條路上了 你會被沿途很相像的很相似的風景 覺得麻木 但是你有時候停下來休息一下 走走看別條山路 我覺得也不錯 我覺得就像人生一樣 你要找到不同的這個動能動力 然後去往山峰前進這樣 因為余靜平老師 他 哇 我在看那個小莫的時候 就是在拍攝檔下 我看到完全不一樣的自己 包括眼神 神態 然後還有自己的肢體 都不太一樣 所以 果然讓我還是看到了不同的攝影師 還是可以講出不同的故事 即便在一個已經輸到十七年的 藝人身上 他還是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層面這樣子 所以也提醒了我在人生當中 不要太容易覺得自己已經都很習慣了 好像已經都駕青就熟了 但其實是還有很多面向可以被挖掘的 那一開始好像是沒有心理防備去做這樣的事情 真的沒有 因為他們前一天都不告訴我要幹嘛 就說你就 少吃一點 有些預告一下 我想說為什麼 不就是拍個MV嗎 然後到現場的時候就是 山林老師就 偷偷把我拉到 幹嘛哽咽 拉到旁邊說 你今天要拖喔 我說什麼東西 然後就 反正我也沒有想太多 就到了那個小房子裡面 就是拍了一整天